大家好,前面几节课呢,我们一起了解了PHP中的这个GTQ的使用 这一课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在PHP中如何处理我们的这个XMR数据 也就是我们的XMR数据,好吧 好,现在我们开始 在使用PHP对我们的XMR文件进行解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 这一刻呢,我们重点介绍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DoneDocument来逆行 能够解析我们的这个XMR文件 DoneDocument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LibXMR扩展支持的 尽管这张影视完成 因为我们这个LibXMR是默认就开启的 编译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有个 Enable 然后 LibXMR有这么一个选项,对吧 好 来,我们直接从我们的实力大码看起 首先我们创建了我们这个DoneDocument的对象 然后加在我们的这个要处理的XMR文件 对吧 然后我们获取到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标签 根据我们这个TagNate 那这它就是一个输主了 然后我们再循环便利它 便利的时候,我们再根据我们这个Title 获取到了我们这个标签,对吧 然后 这个Title里面 我们就要获取它里面的ID Title内容以及它的详细,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Test 查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Title的XMR文件 首先 它最外面的根捷点是LAMP,对吧 里面是POST POST里面 这有Title 好 我们看这里 我们结合代码看 首先我们加载 这是没问题的,对吧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Title内获取它的所有的POST 那这 我们这个XMR文件里面有两个POST 这也是没问题的,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循环这个所有POST标签的时候 我们把这里面的这个 获取到它的Title内 是吧 来 我们打印出来看看 看能不能获取到内容 我们先运行一下 发现它是可以打印出来的,对吧 我们在这个获取的时候 那我们获取Title这个 这个ID在我们这个Title这个标签上面,对吧 所以这个ID可以称之为这个Title的属性 然后我们在这个获取这个ID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这个Title标签的Item0 它的HPU的,它的属性的第一个 然后它的NodeValue也就是这个对应的ID的这个Value值 对吧 然后再获取Title内容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直接获取到我们这个Title标签的第一个的它的节点的这个值 所以它就直接获取到这个Title标签中间的这个值 然后我们的这个Detail Detail的话它不属于Title,它属于Post,对吧 属于Post里面的第一个标签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使用Post,GetBy,TagName,Detail是Item0,前面的这个值 那我们在这里也列出来了 如果要获取属性的值,我们可以用NodeValue 如果获取属性的标签 我们用NodeName 然后获取属性的类型,我们用NodeType,是吧 在这里我们主要都是获取属性的值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视力 这是利用我们的这个Done,大开门读取XMAL文件,对吧 它的获取基本上是先获取所有的这个外面循环的标线 然后再做循环便利 它就能处理到我们的这个XMAL文件 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通过我们的DoneDocument来创建这个节点的这个每个Demo 好,我们直接上代码 这代码 它要在我们的原来的这个XMAL文件中添加一些节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加的的XMAL文件是stu.xml 对吧,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stu.xml 它的根据点是classes,是班级 然后里面有两个学生 一个是小名,一个是小张,对不对 好 一个学生的它的字段有个名字,性别,年龄,对吧 那我们这个Demo首先也是创建我们的这个Demo的对象 然后加载我们的这个要处理的XMAL,是吧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student的获取它的所有的这个student的节点 然后它获取了第一个节点的它的名字的节点值 那也就是说第0个是这里第一个,那就在这里 它应该打出来是小张,对吧 好,这个我们一会检测 看它输 来,我们也先中止掉后面的执行 我们直接运行 看它输出来了小张,对吧 而如果我们把这个student的这里画成0 就第0个也就应该是小名了 看,是吧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它使用我们这个 获取到我们的这个classes它的这个根节点之后 它首先创建了一个student这样的一个节点,对吧 创建了这个一个元素之后 它给它设置了一个属性,叫做introduce 然后里面的值是三个学生 然后它再创建了一个名字 它的值呢,是小李 然后它把这个 它把这个名字的这个节点 添加到了它的这个student这个新创建的节点上面,对吧 然后紧接着再创建了性别 然后又把这个性别 又添加到这个创建好的student的节点下面 然后创建了年龄也添加过去 最后把这个创建的student的节点添加到了我们的这个根节点,对不对 然后再通过它的save方法,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革命的对象保存成 newstudent的这个 这个.xml文件 也就它会生成一个new,下回写stu.xml 是吧 来 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的stu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运行完这个demo之后 它应该会新加一个student的节点 里面的名字是小李 然后它内有个属性叫做三个学生 性别 是男吧 性别应该是男 年龄是23 对吧 来我们运行 好 我们运行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已经多了一个newstu.xml文件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两个students后面 我们添加了一个节点 叫做student 然后它有个属性 指为三个学生 对吧 然后它的姓名是小李 性别男 年龄23 好 这就是如何通过我们的这个don document来创建我们的这个节点的这么一个事例 它其实就是 首先 或许我们整个xml文件的这个根节点 对吧 然后在里面创建我们需要的节点 首先创建一个 大范围的这个循环用的一个节点 然后在里面创建它下面的直接点 把这个创建的直接点添加到 我们创建的这个大的节点下面 然后 所有的 直接点都创建完之后 添加完之后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openchart 将我们创建的这个大节点 添加到我们的这个根节点下面 然后再保存成新的xml文件 这个过程就生成了我们的这个节点 然后添加到原始的xml文件上面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创建的这个势力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新的势力 好 刚才 刚才我们添加了一个三号学生小礼 对吧 那我们看这个代码 首先它也是创建这个xml对象 对吧 然后加在我们的new.stu.xml 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个tugnet 获取到所有的这个student 然后它的 它取了第0个 也就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小明了 对吧 它取到第一个student的时候 你看 它是获取到我们的这个年龄 它在第一个下面 获取到我们的h这个直接点 然后取第0个 那就是小明的年龄 小明年龄的note值 它对应的值已经取出来了 对不对 取到值之后 它把它做了一次修改 改成50 而我们现在是11 对吧 11赶上50 然后它保存为update下号写stu 好 来我们置信 好 我再看一下 看 这就是我们刚才更新过后的 对吧 那 你看 小明的年龄 是不是已经由11变成50了 对吧 修改 这个xml它的节点 就这么简单 感觉非常容易 对吧 好 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读取 新增 及修改 那我们了解如何删除一个节点 来 我们开demo 首先它也是一样的 创建我们的这个xml对象 然后加上我们要处理的xml文件 然后获取到循环用的这个节点 然后首先我们这里也取到了第0个 也就是小明对应的这个节点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小明的这个负节点 然后删除这个子节点的方法 remote chart 把这个小明对应的这个第一个station节点删除 然后再保存成 the class 这个xml文件 来 我们运行 看我们多了一个delete 对吧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小明 已经从这个班级里面 删除了 对吧 好 我们看到这四个demo 这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动用大概念的对xml文件的处理 非常简单 它的读取的话 就是通过创建对象 加载文件 对吧 然后根据我们的 这个 循环的这个标签名字 来获取 它的所有的节点 然后再做一次循环 循环的时候 再根据这个节点下面的子节点 可以获取它 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getelementby tag name 获取它的子节点 对吧 然后再取第0个 at0 然后它的处境标签 它的值 它的类型 它的名字 对吧 读取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操作 好 像我们这个修改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获取到我们的这个标签名的对应的内容 然后对它的值 做一次修改 然后重新保存 对吧 这就用到了我们的这个save方法 保存我们的新的xml文件 然后删除的话 就是利用我们这个remove chart的这个方法 但是这里要注意 首先我们是要获取到我们要删除的这个节点 然后利用它的负节点来删除 调用删除子节点的方法 然后对它进行删除 然后再保存 然后我们的这个新增 新增的话 首先是通过创建一个 节点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appendchart 来添加它的止节点 对吧 一个一个添加 添加完之后 再把创建的这个大节点 添加到我们的跟节点下面去 通过我们的跟节点调用appendchart的这个方法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xml文件的这个添加 好 好 我们已经了解了 大家们对xml文件的这个处理 这个主要在我们的这个应用中 我们要多用才能熟练它 好吧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